這個就是現在在用錢的邏輯 現在的無錢的貨幣和現在的貨幣 是說它是破一個不貴的社會 但是如果是發展到一個已經不是貨幣的社會的話 這套東西可能就不太適合了 現在來說也都是 就算現在來說 以前認為自願是無限的 到了現在都沒有 但是現在的經濟各體好 都是考慮到這件事 所以這就是 這個系統發展到複雜性 超過了人的理解力的時候 你遲早出現錯誤 現在出現錯誤之後 沒有人懂得修正 正如人人都說 財政師深層矛盾 這個社會我們怎樣可以修補貧富元素 現在沒有人懂得修補貧富元素 所以系統會崩潰 如果太過來了 它又會有革命處 那又有一些新的系統又開始 就是崩潰結果就是革命嗎 但是大光文是誰 但是那個 是不是系統要對於崩潰 就大機會會崩潰 今次的這個 這個 都是這樣 的事情 I think that has a beginning as a name 廿二世紀,殺人王樂法 問題是有個不確承承的幾次來,沒有人知道 我們都知道自己自終都有人死 但至於死的人是哪一天才會做 只知道遲到臨了,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想問一下,之前就說,模特兒會不停地改建 盡量趁它準,我起初就想 盡量趁它準時,你知道模特兒的系統是怎樣趁它 趁它準時就利用它 譬如我們賺錢或者一個人都好 但原來又說,你一用那個系統,你一知道那個系統 你一用就已經不准確的了 因為你又已經參與了它 不開始 對,對,對,對 都沒有再過一次 就起了一個時間 就在這個時間,又說 真相都沒有辦法知道 我就當時想 會不會,我不參與它 我只用來觀察 都起碼可以預測那個系統,怎樣運作 然後有一句說 真相就沒有辦法知道 即是你觀察都觀察不到 其實你上這些系統是有什麼用的呢 那你如果用絕對的正確或者絕對好 就是沒有辦法 但你學了好的 你已經吃完了 再打掌 哪裏 這個崩潰是針對的 批布市場 大家都覺得是會 因為 因為 因為我曾經幫人寫過一篇範圍 分析以前的變化是怎樣可以預測到 用這個方法就賣賣就可以賺到錢 我就想到如果越來越多人用這種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可能是跟一套規則 用電腦去製造變全自動化 等於加多一個bit back給他 令骨系統越來越多 可以想像越來越多bit back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呢 就是現在出現的波幅比越來越大 就是因為這個bit back 令到它少許的移動 又產生了很多reaction 變回它 令到它會令它放大 可以預計這個系統將來它的不穩定性會越來增加 它的波幅會越來增加 不知道到時候會到一個什麼時候 然後是完全不可能 就是完全是不能自策 就是完全是一個很小的 不會啊 因為你是力量的角度來的 總結 先回答你那個先吧 就是你 你不會無限的那些事情 那就是說 究竟怎樣理論 會不準呢 就是譬如說 有些所謂的支持位 大家都知道支持位那裡 沒有什麼專得探出的音 支持位是一向穿的 然後呢 你又有所謂的cycle 我明知道這個cycle到下個月下跌 我不是先沽定性 但是我沽這個動作 是令到它下跌快了 那這個cycle就是不對 就是這樣 就是你知道會改變這個結果 我想補充一下 其實我解僱了我會十幾年 我最有資格 我得拍照 之後 對 有火喔 這麼棒 對 d